28号下午3点多消防局接获报案 表示有人倒卧在家中的浴室没有心跳呼吸 警销人员赶抵现场发现一名21岁的理性男子 没有心跳呼吸 全身有多处的伤痕 而且双手还有遭到捆绑的胶绳 警方拉起封锁线进行踩正 并发现凶险疑似是报案以及帮忙急救的友人 立刻将他带回甄序 警方在住宅前拉起黄色的封锁线 因为昨日在这户民宅金船有命案发生 被南乡太平村28日金船命案 一名21岁的理性男子 曾失在陈信的友人租屋处 救护人员获报赶至现场后 发现理性男子已经无呼吸心跳 而救护人员发现死者的身上有多处的伤痕 因此也立即联络辖区区的警方到场协助处理 到现场的时候那个患者已经被友人拖到浴室门口 然后在失做CPR 然后我们先有评估一下患者的那个 大致的外伤有身上有多处的瘀心跟伤口 然后就是马上帮他做AED 然后做急救然后赶快送医 所以现场就已经失去呼吸心跳了 对对对 而警方也立即成立了专案小组 并发现当时报案的陈信男子设有仲嫌 在三个小时内就迅速将他带回征讯 而陈男最后也向警方坦承 是因为有债务纠纷 不慎失手导致李男的死亡 警方经调阅案发现场的监视器 及带回陈信友人来讯问 成功突破其心防 交代犯案经过以及同案的共犯 专案小组于同日迅速扩大证办后 其中有男也有女 甚至还有未成年者也参与其中 目前全案依照伤害致死 以及妨碍自由等罪嫌 移送台东地检署侦办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